居林警方今天联合居林市议会 拆除居林多个地区的高利贷广告 居林警方在受访时表示 警方可在未发出警告的情况下 逮捕任何张贴高利贷广告的人士 他也指出许多借贷者都是刚开始经营生意的人 但最终因为无法还债而破产 他们不能够购买 购买 购买 或是有限制作则 肯定是由于林医院 而被捡购买的 更加压力 令人更加压力 肯定是谁能够购买 居民族的则法 全居是由于林医院